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期多了很多人行山 推出這段影片就跟大家介紹十件我覺得行山要戴的裝備 廢話少說,第一件行山當然要戴背囊 背囊我自己也有幾個 所以要戴到這個大尺寸其實就很少 因為如果你不是去露營、入營兩天一夜 其實如果普通一進行山 戴這些大尺寸就最方便了 又可以安裝到所有要戴的東西 又不會太重 我覺得這個大尺寸的背囊是比較好的 第二件最重要的東西就一定是防曬用品 即是現在這麼熱的天氣 如果你不帶防曬油上山的話 是很容易曬傷的 一般市面買到的防曬都可以的 另外有一件事也挺建議別人戴的 就是傘 我自己通常行山都會戴一把傘 除了可以很少用來擋太陽 戴定如果真的下雨的時候 都可以有把傘幫你擋一擋雨 第三件就是水和野食 行山就一定要戴 基本上每一個行山都一定要戴水 視乎你自己走的路程 你自己的能力 帶回適當的水分 還有如果你經常做運動 經常行山的話 我都會建議你買一個屬於自己的水樽 不用每次行山前都去買水 這個就是我平時行山帶的水樽 另外也會再買一支水 或者帶另一個小的水樽 第四件事就是指南針地圖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用了手機來做替代品 儘管盡量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收到 這樣會比較安全 然後第五件事就是急救用品 這個小小的就是我自己行山會帶的急救用品 裡面有些燜水、燜帶、膠布、酒精 一些大塊一點的沙布 如果真的有什麼意外擦箱 或者跟朋友弄傷 你有一個急救包在身上 就會比較方便 可以幫到朋友或自己去做應急的處理 急救包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大家記得行山的時候 撿一個小小的急救包上山 第六件事就是保護性的用具 例如護膝、手套 不用多說 手套最好買一些厚一點 勞工手套 或者健身的手套都可以 然後第七件事就是外置充電器 即是充電帽 我自己通常都會帶多 以防你手機或者相機沒有電的時候 你都會有另一個後面電源可以充電你的手機 或者相機 第八件事就是太陽冷鏡 記住好好保護你的雙眼 不要曬傷 第九件事就是一些替換的衣物 毛巾那些 你走完衣服就一定身水身寒 你戴多一套衣服 戴一條毛巾 換一換 你之後走的時候 搭車就沒有那麼大的味道了 最後一件事就是 記住要戴備自己的錢包 電話、鎖匙 這些更新不用多說了 另外 最後最後一件事 我都會建議大家在行山 帶一個垃圾膠袋 如果你有飲品 或者自己的垃圾 你可以放在膠袋帶走 不要製造一些壓外的垃圾在山上 保護山頭的環境 大家理我有責任的 這段影片到這裡差不多了 希望我分享的資料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或者想留意更多的行山資料 或者行山路線分享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這段影片到這裡差不多了 拜拜 結束了 結束了